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宁大夫是新一天的最 hide 我意思是一句解的理想 原本 situación是現在作的 Miami 它是 wollen的 它都是全讓香港人win 後來��서全て了 丙茜茜茜茜 心 loc health kutes 和 phè 心中心的事情 可以想讓既然談 一个是真的干头 一个是真的干掰呀 这种年度冲击奇葩新闻的 有力竞争者 又加入到队伍当中了 你单凡老费路正常一点吗 你咋子会想到去 偷消防车呀 那个把你的艾富贴他 得了力气的 爱及的金字他也在这儿摆起 你考不考虑 把这两个东西搬起去买了吗 盗窃案的量行 是根据案值来定的 你说这消防车 据说基本都是进口的 或者有一些零部件是进口的 售价都是百万级别的了 果然印证了那句谚语 在拿锤子的人眼中 那看谁他都觉得是钉子 当然还是不得不佩服 这小偷的商业头脑 你说这玩意买家他都能找到 确实不容易 真是年底没有饭吃 赶着去吃老饭的节奏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声音乐 部 lí在假数 宁火 是有人的真实写照吗 其实不知这个老四 我每次录节目之前也是 一定要调整好状态 面带微小跟各位观众见面 确实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二字 其实大家回想也好好 可能我也很不喜欢这种 自带情绪 在生活的老四 就头一天他心情比较好 笑笑咧咧的就进来了 第二天可能家里边闹了矛盾 或者同事之间吵了架 妈妈咧咧的就进教室了 我们也不太喜欢这样的老师 对吧 其实不管是这项家庭教育 学校的教育 我觉得都是一样的 首先体现出最好的一种状态 带给孩子 孩子才有可能去接受 你要传授的东西 这也给电视机前的各位父母提了个醒 其实我们父母在跟孩子沟通的时候 也容易或多或少 把自己的情绪带入到这段沟通当中 所以想要自己和孩子沟通畅快 那调整自己的心态和情绪 十分有必要 记者暗访西安地下赌场 12月1日临时许 记者在线人的带领下来到了大新西安地下赌场 记录府路50米左右的一间平房里 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房间内 放着一张百家乐赌牌 数十人正围着两位美女盒官下注 隔壁设有一个马房 桌上放着现金 POSE机和手机 赌客可以选择现金或转账等方式换筹码 据线人介绍 这间赌场组织严密 除盒官外 由专人负责把风拉脱换筹码找赌库 这间赌场是典型的百家乐玩法 赌客根据扑克点数下注 背后的一块大屏幕上 实时记录着每一局的开排情况 每局游戏不到一分钟 而每位赌客下注一般在5000元甚至上万元 除了庄稼赢钱外 该赌场还会将每局现金的10% 作为抽水的费用 现任告诉记者 每天都有人在这里输几万或者几十万 记者又来到另外一家赌场 这家赌场藏身在长安路 陈阳盛世广场副一楼 进入一扇铁门后 赌场展现在了记者的眼前 现任告诉记者 这曾经是一个酒吧 现在摆上了赌台 用屏风折打 中央赌台有十数人围坐 正在进行赌博 桌上放有自动点钞机 赌具 还有防止作弊使用的灯 据赌客介绍 他们玩的是一种俗称 接宝的游戏 庄稼拿出两枚一元硬币 在桌子上旋转后 突然用碗扣住 依据两枚硬币图案 是否相同下注 这个游戏同样不到一分钟 就能玩一句 每日流水高达百万 居然不吝点 在桌子上旋转后 这些游戏都会在桌子上旋转币团 在桌子上旋转后 有水平的游戏 在桌子上旋转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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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常更换场所 他自己一个月也输了80多万元 几乎输掉了家庭所有生活费 和孩子的学费 还欠了高利贷 我国刑法规定 以盈利为目的的聚众赌博 或者以赌博为业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经 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经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经 赌博赌博呀 这一赌他就想博 告诉大家一个真理 一般这个心理都是赌赢了的 想再赢点 赌输了的呢 又想把这本给赢回来 结果就是越输越多 没有谁会在赌场里边 永远当赢家 其实在咱们小的时候 不管是家长老师都会告诫我们 荒都赌 斩以不可 斩那一国这辈子都完蛋 所以说也要奉劝这些 有赌徒心理的人 离这些赌场越远越好 早一天戒毒就比晚一天戒毒好 当然了你说这个赌场开在闹市里边 胆子确实也挺大 可能相关部门要进一步的去查一下 有没有一些地方上的保护伞 在保护他们 同时也希望冒着生命危险 去给我们调查事实真相的这些记者 一定要注意安全 再来看其他的新闻吧 说这广场舞又起纠纷了 怎么回事呢 12月24号福建蒲田 网友爆料称 在正荣时代广场 一群大妈欺负小朋友 把人家的篮球场给占了 这大妈们将男孩团团围住 对其支支点点 期间也有保安人员过来 劝解男孩们 男孩气不过 依旧在那对着干 还在打球 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球场方可以先有一些作为 比如说现在智能信息时代 手机很发达 有没有一个预约功能 这个时段这个时段 拉过闲岛 拉过就来斩 这种事不是说谁横 谁老 谁人多 谁就有理 其实能够理解 跳广场舞的大妈们 想找一块地方来跳舞 但是你说 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跳 怎么就经常会盯着篮球场不放呢 是吧 看这个大妈们跟年轻人 抢篮球场的新闻 那也不是一条两条了 是吧 既然不让小孩打篮球 唯别咋在 要去欺俗 把这个篮球上踢呀 其实现在咱们国家 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的社会了 这样争地盘的现象 保不准以后还会有 其实我们真的不是痛恨 跳广场舞的人 我们反感的是为了自己 而不顾他人感受的人 对吧 大家的目的都是一样 短练身体嘛 这个其实出发点很好 所以需要各方好好地协商一下 这场地究竟怎么用 什么时间归谁用 避免以后再产生这么多矛盾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谢谢大家